陳平剛才有提到 他覺得其實劉進濤與習未必是個別事件 如果過去事實上過一年 起碼有三、四間 剛才他提到的 一些在政治上相對有針對的 通常都是老闆 或者是主管人 就是與習的 他覺得未必是個別的 另外他也有談到 相對於這次劉進濤事件的文情 之前其實整個公眾 可能對於其他事件的遇襲 是反應相對麻木的 這兩方面你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陳平剛才說的 確實他遇襲的時候 香港社會的反應是沒有那麼大 我也相信 各樣的原因 第一件發生的 損害的程度 不是這個 好像劉進濤 好像是劉進濤 陳平說的 是拿命的 甚至可能和明報 和陽光時報報 在香港的歷史 在社會大眾裡的滲透程度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其實陳平剛才提醒我一件事 為甚麼預測的 往往都是這些 我們說這些 陳平說這些都是堅持 新聞自由的傳媒機構的負責人 其實在李維林事件的時候 我自己都已經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為甚麼出事的 無論你說是AM730抽廣告 蘋果日報被抽廣告 信報 整個團隊 整個導演香港那班人 要起床走 等等等等 到惠林事件 為甚麼 會不會都是這些 我們稱為更願意監督政府 更願意堅持 獨立的一些傳媒機構 去受到影響的呢 我當時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 現在如果再對著陳平剛才所說的話 你更加很明顯就是 政治壓力有政治壓力去做事 暴力有暴力去做事 商業的壓力有商業壓力去做事 而全部的目標 都是對準這些媒體 我自己採訪中國新聞這麼多年 我發覺就是 你試試看下 在中國大陸裏面 預測的對象 是沒有分哪些機構的 即使你說是中文電視台 新華社 它都有記者被禁 被禁錮過 有記者被打過 但是原因就是 他們不知訂 譬如他們去到一個鄉 或者他們買一間工廠 他們揭發這些排污的事件 觸及到他們當地的切身利益 所以他們是被打 被禁錮 但是在香港來說 我就是覺得 香港一個很奇怪的 你看到受影響的 受打壓的 都是這一類的傳媒機構 的話 我覺得抗壓的能力 是會高很多 但當然抗暴的能力是沒有的 例如剛才所說的 我們要學防身術 防身術 這樣行不行呢 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防身 其實說笑地說 我們背包出街 我們背包是有一個iPad 有一個手提電腦 我自己有本很厚的書 這些是否 如果是有一個獨立媒體 讓我們去到新聞工作者 在那裏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原地 那這個是否都會令到那個生態 是不會衰敗得那麼快呢 我自己是有一個 拋絕引用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思考這個問題 綜合紀委的說法 其實無論要令到警方 繼續關注劉進圖的案件 令到那些 惡世靈 幕後黑手有所紀委 無論幕後黑手有多大 令到那些老闆的取態 都要向著一個良知的方向發展 其實是一個公眾的關注